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蒙德维迪亚的乌拉圭总统府 当地时间8号下午,正在乌拉圭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在这里从乌拉圭总统穆希卡举行会谈 会谈开始前,穆希卡总统陪同习近平欣赏了用中国乐器庆时琴演奏的中国民歌《茉莉花》 表达对习近平到访的热烈欢迎 习近平首先转达了胡锦涛主席的诚挚问候 穆希卡对此表示感谢,并请转达对胡锦涛主席的亲切问候 习近平说,中乌建交23年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 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务实合作富有成效 中方对两国关系发展表示满意 新形势下,中方月同乌方共同努力 把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推向新水平 一,要深化政治互信,巩固合作基础 中方院同乌方保持高层交往势头 支持两国立法机构加强友好往来 希望充分发挥两国间各种对话机制的作用 加强相互理解和支持 二,要发挥各自优势,扩大经贸合作 双方应加强质检、海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 优化两国贸易结构,实现双边贸易平衡 三,要促进人们交流,增进相互了解 中国政府积极支持和鼓励两国社会各界加强交往 在各领域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合作 使中乌友好更加深入人心 四,要加强多边合作,维护共同利益 中方愿同乌方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 南美国家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中的合作 共同维护两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 在谈到中国同拉美关系时 习近平表示 近年来,中拉关系保持全面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给双方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世界多极化背景下 中拉加强互利合作 有利于推动各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也有助于推动建立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政府将继续同拉美国家一道努力 建设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穆希卡代表乌拉圭政府和人民 热烈欢迎西副主席来访 他说 中国的蓬勃发展 即为世界做出的突出贡献 令世人瞩目 进一步发展与中国友好合作关系 对乌拉圭具有战略意义 作为中国可信赖的伙伴 乌方希望全面加强与中国的互利合作 也愿通过加强政治对话 为促进拉美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做出积极努力 会谈结束后 习近平和穆希卡总统 共同出席了两国政府和企业间 十多项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共同会见了记者 并分别发表简短讲话 乌拉圭副总统阿斯托里 及内阁主要成员参加上述活动 本代表这就是文化发展与中国的阅调 或者是文化发展与中国的 band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